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到我会订了很多产品 我今天买的东西 都是用一个集运方式 一次过寄来香港 我是用淘宝官方材料集运 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 《采料香港》APP 我就下转了这个APP 因为我觉得很方便 今次我用它一次过把货物寄来香港 大家首先下载这个Apps 然后就可以直接跟淘宝的账号绑定了 接着就用Apps里面的集运仓地址 然后连同其他淘宝店一起买的产品 接着就可以一次个合单运来香港 而且用Apps来合单的话 还会有运费优惠 首先在淘宝集运下单 然后物流信息就会自动和Apps同步 菜料香港Apps还支援跨平台购物 如果大家在淘宝以外的地方买东西 可以手动输入物流信息 然后就登记 Apps里面还可以看到物流的详情和取件码 接着就会全部一起集运来香港 这样就不会忌失了 最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下载菜料香港集运APP 如果大家首次注册的话 就会立即送10元物流营生红包 另外完成手单就立即送3.3元物流红包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在香港菜料Apps下面 就有一个我的卡券红包 大家只需要输入以下的邀请码 就可以立即得到压内的5元物流红包 如果邀请好友分享Apps里面的注册的话 两个人都可以拿来获得5元人民币的物流红包 最多可以拿500元 如果大家的朋友完成手单之后 邀请朋友的话 还可以拿来有10元的物流红包 上限是500元人民币 快点进去下载吧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好用的产品就是这个盒 其实这个盒有什么特别呢 看上去好像普通的胶盒 不过其实它拆开是有点特别的 这个是厨房流水垃圾桶 下面有个位置会流水出来的 这个胶盒主要是用来 洗菜的时候很多时候 会有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有些厨余 如果这样放的时候 好像我现在这样 我现在只用一个胶盒盒盒 很多时候里面会濕水在里面 但是这个盒底下会有个洞 然后这个位置 会有个出水位置 那大家洗完东西之后 将厨余扔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个洞 将水全部流出去 那大家倒的时候就会很方便 让我试试这个盒子 是不是真的做到一个效果 平时将那些菜渣 这样洗完之后 很多时候会在这个盒子上 那我全部厨余洗完之后 就把它倒进去 当你倒了很多里面 可能会有些水的 那会会滴下来的 那我试试把水放进去 看它能不能滴下来 好 看到吗 大家 好像一条水柱一样滴下来 好 这个盒子就是这样用的 可以放在旁边 然后将食物层上倒下去 那它有些水 就会自自然而流出来 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看到吗 那大家扔垃圾的时候 就会方便很多 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产品 就是这个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 好像一个普通的汤壳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可以的时候有一个洞 究竟有什么用呢 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这个汤壳有什么用的 这个是一个不收钢的隔油汤匙 一套里面会有两件 一个是隔油 另一个是蟑螂 大家平时煮完汤之后 尤其是鸡汤 让大家看一下 看到吗 表面会有一股很厚的油 如果大家平时用这些很普通的汤壳 其实煮的时候 会将油全部煮上来 就会浮在表面 其实很难可以将油隔开 我试试刚才的汤匙给大家看一下 今次买的汤匙很特别 这样有什么用呢 这样煮的时候 同样把油可以煮出来 整根煮出来 但是倒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把油隔走 大家看一下 表面全部都是油的 接着呢 接着呢 这碗里面没有东西的 看到吗 倒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洞位直接倒一些汤出来 看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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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出来是这样的 整碗汤上面的油已经隔走了 那我觉得呢 这个汤匙很有用 因为呢 可以将全部油隔出来 还有呢 它用的材料呢 是不瘦干来的 对了 拿起上手呢 都挺厚实的 看一下 整碗变成了清汤 这个汤匙呢 我觉得很值得推介 除了刚才的汤壳之外呢 另外呢 我还订了一个 这个呢 网状的汤壳 那有什么用呢 那大家平时呢 可能呢 煲汤啦 会将猪骨飞水啦 飞完水之后呢 很多时候好像这样 有些食物的杂质 和有些泡 可能会在水上面 类似这样 那这个壳呢 有什么用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好像一个西一样 可以一次过把上面的泡泡 杂质全部撲出来 好就是这样啦 同样我觉得这个西呢 其实都挺有用的 跟着跟大家分享 这个呢 就是一个计时器来的 大家看一下 那它呢 跟平时的计时器有什么分别呢 一般呢 家用的计时器呢 是这样的 只是分针 和秒针 它呢 开始的时候呢 譬如你要焗30分钟的东西 那其实呢 要在这个分针的位置呢 按30下 才到30分钟的 另外秒数也是啦 要逐一逐一按 但是呢 今次我计这个呢 就是有些分别的 那先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计时器呢 一共有四个颜色 除了计时器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时钟来的 那这个计时器呢 有什么不同呢 它同样的后面呢 都会有磁石 可以粘在冰箱上面 另外呢 这里有一个位呢 是可以这样 打平地放在这里的 另外呢 入电位就在这里 后面 都是入平时的3A电的 好 入完就这样了 接着呢 试一试它先 好 试一试它先 那大家看一下 那我先教一下 那我先教一下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分钟啦 这个呢 就是10分钟 那我教啦 现在呢 是12点16分 教完之后呢 就OK 那你呢 放在冰箱上面呢 就会见到时间了 那挺好用的 那另外呢 这个模式 按一下模式 它就会转计时的 譬如你要烤个蛋糕 烤30分钟 那呢 按三下 按三下 好 30分钟 譬如你要烤35分钟 1 2 3 4 5 好 几下呢 就按完啦 跟着呢 就按开始 那它是开始 靠近数的啦 如果你要停呢 那就按回停键咯 停 那停了 如果要继续开始呢 就按继续 哇 我觉得呢 这个计时器呢 很方便啦 除了计时器之外呢 还是一个闹钟来的 那另外呢 这个位呢 是一个磁石来的嘛 可以粘在冰箱上 好 冰箱面在这里啦 跟着呢 就这样放在这里 就这样放在这里 对啦 就这样放在这里 哇 这个闹钟呢 我觉得非常之方便 另外呢 你按一下模式键 转一转它 这个呢 就是时间来的 跟着呢 就是计时的啦 我觉得这个闹钟呢 挺值得推介的 跟着呢 跟着呢 和大家分享的产品就是这个 那大家呢 其实一看一看一看 这个呢 是磨算用的机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之后呢 是比较方便的 会用USB充电 另外呢 是这么小的 很小的 这部机呢 有很多个颜色 给大家选择的 另外呢 充电呢 除了用插槽之外呢 还可以用充电簿 可以用充电的 这样小小的 里面呢 会有个刀 这一种呢 是方便一点的 它用USB充电呢 不用像以前那些那样麻烦的 这部是多功能料理机 首先呢 把这个位置呢 对上个位置 跟着呢 就这样放下去 看到吗 上面呢 这里有个按键的 按一下 按一下 按的时候 它就会转的 另外这里呢 就是这个充电位 有个防水染呢 遮住的 那你打开 这个位置呢 就插上那些USB插槽 这个位置就插上去 我现在试试磨一下 看看行不行 那我呢呢 我呢 呢 我呢 试一下 好 扔进去 ok 然后呢 这样 那大家要磨呢 其实磨酸溶 磨其他东西都可以的 卡住了 对了 这样 看到吗 然后呢 上面这个按键 试试 哇 也挺好的 哇 哇 几个碎了 可以呢 再搅拌一会 搅拌一点 好 哇 碎了 最重要呢 这个机器呢 比较小 以前我买过一些很大 这个是小小 好像手掌那样大 接着呢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夹 其实呢 它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是用来煎鱼 和煎牛排 专用的夹 大家看到它是不瘦缸 和挺厚实的 而且价钱很划 十七个多 大家很多时候 煎牛排 或者煎鸡排的时候 都很难会把它反转 尤其是煎鱼的时候 将鱼一反 很多时候都会反到它散了 这个呢 其实是挺有用的 我觉得 首先呢 它是不瘦缸的 看到吗 很厚实的不瘦缸 另外呢 它也有厚度 如果大家煎牛排 或者煎鱼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它铲起 夹住 然后把它反转 大家煎鱼的时候 这条鱼就没有那么容易散 转头呢 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煎鸡肉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 整块这样夹起 然后呢 就反转另一边 现在煎的这个鱼 比较小一点点 如果大家煎鱼的时候 很大件 可以整条鱼这样铲起 然后呢 就反转另一边 等一下呢 我煎鱼的时候呢 再夹给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到煎鱼了 都是试试用这个铲来铲的 慢慢在下面铲起它 接着呢 夹起整件 然后呢 反转 用这个方法呢 这条鱼就没有那么容易散 对了 就是这样 接着要分享这个 就是一个多层的栽蛋器来的 其实呢 它一共有三层 可以摆在冰箱 它会是怎样呢 每一层就可以摆到十只鸡蛋 试试给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 那你买完它之后呢 就可以整个栽蛋器 然后呢 将平时买的鸡蛋 一次过放入冰箱 这样 然后呢 第二层 第三层 我自己都觉得不错 这个栽蛋器呢 除了可以放入冰箱之外 都可以放在炉头旁 大家煮鸡蛋的时候 就可以很方便地 一次过放好多只 它一共有三层 一个胶盒的设计 摆满了 总共可以放到三十只鸡蛋 最后一个实用的产品就是这个 这个盒子是什么呢 其实打开它里面会有两层 里面就像一个迷你的烧鸡 这样 例如呢 我们洗提纸 这样呢 把提纸丢进去 可以在里面洗 洗完之后呢 其实呢 它可以直接把所有的水 可以一边洗 洗完之后呢 把所有的水 跟着倒了 但有时呢 那些水呢 会滴在兜里面 对不对 跟着呢 它放下去的时候呢 里面这里呢 会有少少空隙的 那么里面呢 如果有点水呢 就会慢慢地滴进去 那下方呢 等水滴在里面 上面的水就会干了 还有呢 它会有一个保鲜盒的盒杆 食不完的话呢 可以把它放下 然后呢 放下 然后呢 放进冰箱 第二天打开 就是這樣拿出來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盒子也是不錯 試完給大家看看是不是這幾個產品不錯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鐘小鈴鐺 就會收到我全部影片的訊息 下次見 拜拜 按下鐘小鈴鐺